陛下,北京已赴,请修明史。 钱千亿在朝会上请求。 赵汉点头说,可。 命汉林院使学馆边修明史, 钱千亿为总裁,王条顶为副总裁。 臣领命,钱千亿大喜。 这事儿早就定下了, 拿到朝会上说,是显得特别重视。 钱千亿虽为总裁,但只能从专业领域认识。 真正执掌权局的,反而是副总裁王条顶, 这不明是必须编的符合大同理论。 至于张土,又病重了,每年都要患病卧床, 但就是一直死不了。 赵汉又对刑部尚书陈文奎说, 陈文奎暂时卸任尚书职务, 搜集这些年的案例,结合历朝历代刑法, 编撰一部大同律。 大同律分为宪法、礼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工商法、 出版法、土地法七个部分。 宪法暂时不用编,我亲自来编, 什么时候编出来,这个实在说不准。 此事没有提前商定, 李邦华疑获道,陛下,礼法可以理解, 这出版法又为何物。 赵汉拿出一本书,扔在众臣身前, 这本顾名一录,通篇胡说八道, 里面有不少编排阵的篇幅。 私下骂阵无所谓,但写成书就不能忍了。 朕知道有一本书,叫做《古山笔主》, 作者知道辩尾,读者恐怕宁可信其有。 那本书里,万贵妃都成什么样子了? 出版法,就是专门管理图书开印的法律。 关于万贵妃的黑料,最初源自于慎行古山笔主。 但是,于慎行在写书的时候,专门加了一句, 这些事情是一个老太监说的,可能是老太监在造谣。 毛麒麟编写《圣朝同史十一记》, 引用了于慎行的内容,却把原作那句存疑给删掉。 毛麒麟又编过一阵子名史后非传, 将《圣朝同史十一记》原封不动搬过去, 于是也使直接变成了正史。 毛麒麟就是那个杠精,得罪赵汉被扔去做小官, 又在山东主持城治了孔家。 该当如此,李邦华连忙附和, 他也看过古山笔主,这本书在万历年间就很火了。 赵汉又定性说, 礼法部分涵盖钢厂礼节,但是必须进行大改。 就拿丧礼来说,可以操办丧事, 但不得请戏班子吹吹打打, 也不得请和尚道是做法事。 正是遵循古礼,不说三代,就是汉堂, 哪家死了,父母会请戏班子。 还有,三年扶桑期太长,父母过去只需扶桑一年。 礼法中的婚姻部分,大致沿用大名律, 但扶为七纲的注解,改改一改。 夫妻各行其道,便是伦理刚长, 扶不贤,则妻可求和离。 扶桑,妻可改嫁,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拦。 陈锦记,陈文奎拱手领命。 赵瀚说的礼法,其实就包含婚姻法。 但古代的家庭,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, 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, 赵瀚只能尽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十二岁以上。 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, 以古代的生产力,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。 礼法在古代非常重要,就拿大名律来说, 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。 陈文奎问道,陛下,出版法可有什么指示? 赵瀚说道,第一,不可罔顾事实造谣声势, 第二,不可违背公序良俗。 陈文奎,好了,赵瀚的朝会, 其实已经变成经研大会。 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, 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, 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, 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。 张普拖着病体, 立即回答,回禀陛下, 珠子在论语极著中,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 还引用了橙子的话。 孔夫子有教无类, 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, 而是百姓着实愚昧,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。 因此,在治国之时, 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, 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。 此无奈之举也。 非也, 浅浅一说道, 珠子的助解说, 民可使之, 由于是理之当然, 而不能使之之其所以然也。 以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, 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。 此为致民之道, 人之思想, 千差万别, 就算是同一个道理, 面对同一个事情, 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。 让百姓知其所以然, 必然乱象平生, 不如让他们不知道。 帐篷反驳说, 那珠子为何还要引用橙子的话? 木翁如此向陛下解释, 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? 橙子的助解释, 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, 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, 并非圣人的本心。 浅浅亦解释道, 朝四暮三之术是指本心为何, 若出于蒙蔽百姓, 则为朝三暮四之术, 若出于治国安民, 则非朝三暮四之术。 这只能怪朱熙, 诸解论语的时候, 着实说得模棱两可, 无论怎么理解都行。 朝堂众臣, 各执一词, 当场吵得混乱不堪。 陈茂生做了礼不上书之后, 每天也在补习功课, 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。 他拱手道, 陛下, 陈认为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, 可断为, 您可, 使由之, 不可, 使之之。 或者断为, 您可使, 由之, 不可使, 之之。 陈尚书言之有理, 徐颖立即表示支持。 这下吵得更欢了, 两派分裂为三派。 庞春来半眯着眼睛, 笑道, 陛下说自己读书有所得, 小来陛下另有高论。 众臣安静, 等着听皇帝解释。 赵汉说道, 我今日读朱子的著作, 读到一篇, 达范伯虫。 朱子说, 盖民但可使由之耳, 至于之之, 必带其自觉, 非可使也, 使之之, 则之之则必不至, 智者亦过矣, 而与不吉者无以矣。 朱熹在文章里说, 能让百姓执行法令就行了, 至于让他们懂得道理, 要靠百姓自觉, 不能官府去强迫。 只知道怎么做, 不知道为何这样做, 并不妨碍百姓领悟道理。 等到百姓自己领悟了, 那当然就最好。 先让百姓知道怎么做, 再让百姓自己领悟, 为何这样做, 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。 强行让百姓理解, 百姓可能永远无法理解, 就算理解了, 也会偏颇, 跟不理解没啥区别。 然也, 钱千亦和张普同时说道, 他们不同的理解, 竟然在朱熹这段话里, 殊途同归。 钱千亦说, 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, 防的是萧小之辈。 若能自己知其所以然, 自行领悟道理, 此辈必为君子。 胡说八道, 张普怒斥, 不能理解道理便是小人, 世间小人何其多也。 钱千亦辩驳道, 我没说不能理解道理的是小人, 而是说要防止小人胡乱理解道理, 甚至是故意歪曲道理。 虽然还有争执, 但朱熹的达范伯虫, 已经统一了众臣对民可使由之, 不可使之之的理解。 可是, 这不是赵汉需要的。 赵汉笑着说, 针对这句话的理解, 跟朱子大致相同, 但又略有一些差异。 陛下请名言。 李邦华说道, 赵汉问道, 朱青可听说过, 弃而不舍, 朽目不折。 艾如略这个老外抢着回答, 此句出自寻子, 劝学篇。 赵汉又问, 朱青可读过靖书和燕子。 靖书里的朽目不折, 写为朽目不支。 燕子里的折充千里, 写为之充千里。 这折与之, 似在古时同为一字。 宁可使由之, 而不可使之之, 是否可解为宁可使由之, 不可使折之。 此言一出, 满朝皆经, 这是要篡改儒家经典啊。 赵汉继续说道, 游字, 是否有引导之意。 艾如略称目皆舌, 这么一改, 此句就成了, 百姓可以引导, 但不可以强迫其屈服。 事实上, 赵汉这么理解, 是依据后世出土的初简。 那是一批战国主简, 里面有两句话, 民可使道之, 而不可使致之。 民可道也, 而不可强也。 人民可以引导, 而不可以强迫。 哈哈, 朕一一想天开, 祝清或可品位一二。 赵汉也没有强迫重臣理解, 否则就违背了这句话的精神。 皇帝这么说了, 自然会有人去研究, 今后也会成为一种理解方式。 赵汉又说, 朕下令分足迁徙, 许多地方官一味的蛮干。 蛮干也就罢了, 毕竟在执行皇命, 有功而无过。 但趁机愚弱百姓, 打着皇命的幌子, 却在抹黑皇帝和朝廷, 这样就是不对的, 肯定是要被处置的。 另外, 今后执行政令, 不管百姓能否理解, 道理还是要给百姓讲清楚。 臣等谨记, 众臣攻身作医。 赵汉这边又有了两个事情, 一是边修明史, 二是边修大同律。 至于李自成和满清那边, 已经在炸裂的边缘。 我说你就可以 makers伸服到厨队瓶这个意思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